字母 然後是跟J有點關係 比如說我今天J是2的 J是1的話 那就可以抓到A J是2的話抓到B 那其實可以 除了用那個MID之外 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剛剛同學提了一個不錯的方法就是用那個 ASCII Code 各位應該都知道這個ASCII ASCII ASCII Code就是裡面的那個 電腦裡面的那個 內碼 內碼表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內碼表裡面 如果是A的話 A到Z的話 他的位置剛好是 65 到90 那我如果說 假設我今天如果是J 假如是1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64再加1 剛好65 可以抓到A的位置 就是A這個字 那前面好像有用到過類似的 就是那個在 血型分析裡面 我們是抓那個 換行字元 有沒有 CHAR 在Excel裡面的那個 那個函數是CHAR 可是 VBA是CHAR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抓到A的話 因為同學剛剛提到OG還不錯 所以如果我把它改成那種寫法的話 其實更簡單 怎麼做 第一個 這邊先做一個單引號 觸解掉 X等於什麼 CH 你可以打個VBA 點 CH R 這個 這個CHR就可以去抓那個 ASCII code內碼 那比如說我今天內碼的位置是在 64 加上多少 加上J VBA 刮斧一下 那就再丟給什麼 丟給X 這樣就OK了 比如說我今天 假如它是A的話 那 64加1 剛好65 65就A的位置 如果它2的話 那就是 66 剛好是B的位置 S類推 然後這個 CHR就會把 這個字元 丟給X 那X再把它放過來 不就是 符合我們要的結果了 而且甚至 看起來 程式碼應該會更簡單 如果你不打這個VBA可以拿掉 這個其實可以不需要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將來呢 你遇到這樣的狀況 剛64加上那個J不就好了 不過同學又問了第2個問題說 那如果那個 我的藍數 超過Z的話 那也沒關係啊 如果超過Z 你可以判斷 一副 J 大於多少 可能英文字母到26個字母嘛 如果大於26的話 那你又在前面再加個A 不就好了 AA嘛 串接變AA嘛 A B A C 那如果還有再更多 那你再判斷 大於52的話 再做什麼事情 不過我想理論上應該大概 一層大概就差不多了 你可以試情況 再去做判斷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寫完 好 執行一下 看有沒有OK 60萬 20百千萬 10萬 好按確定 沒有問題 輸出的話 基本上 A A D 這個 BC DE 都沒有問題 好 所以這個寫法的話提供一個參考 更好 剛剛同學 提了這個問題 非常好 可見得 我們同學裡面也有高手 OK 可見得 這如果可以提出這樣問題的同學 應該本身有一點基礎啦 不然好 不太可能會 ASCII code 我想應該有些同學 ASCII code 什麼都不知道吧 OK 好 不過沒關係 你們就是 關鍵的查一下 ASCII這個 那 ASCII ASCII 是什麼東西 維基百科會告訴你 好 這裡面都有了 所以其實說真的 我發現 這個 要學東西 網路上都有 你也不用死倍了 你也不用說 1967年 然後 可能考試都要考什麼 1967 哪一年 發明的 哪一年 怎麼樣 哪一年 考這個要幹嘛 對不對 稍微記一下是需要的 不需要說 記得那麼的 琐碎 就像我這一次 要出國 我這一次也是去日本自由行 可是 光要做功課 我還要去了解 很多地方 我每個地方都巨細迷 還要去規劃 我下個行程 大概怎麼做 我光去了解那些什麼 日本的那什麼卡 有沒有一些套卡 套票那些 我都 每個每個我去把它研究一下 哇 光那個Google Google來Google去 找來找去 我已經 花我還蠻多時間 但是這也是樂趣所在啦 OK 慢慢已經變成比導遊還知道更多了 而且甚至我可能會去像 奈良的那個什麼東大寺 看一下 他是那個什麼 大概是 西元700多年 我是沒有記哪一年了 然後 而且他是華原裝的 我想說 是不是要把華原裝了解一下 裡面的一些學術思想 他回過 因為我以前念過啦 應該不太陌生 不過去到那個地方你就比較會有感覺 但是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就是真的 OK好 阿斯基哥裡面呢 如果說你要想要知道更多 這旁邊不是有圖嗎 這個圖裡面就有對照表 你這個對照表裡面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到底 這個地方 實境位裡面 他的那個到底是什麼作用 他這邊都有嘛 紅色的部分就是 前面不是有號碼 就幾號 對應到的後面東西 就是他輸出的東西 OK 很多啦 好 這個地方的話 同學剛剛提到的 可以把那個 密的函數 改成CHR CHR OK 第一個 那再來的話呢 第二個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 剛剛的那個 年的部分清除 年 所以呢 我們是先把它清除 然後輸入幾年 輸入五年 按確定 那基本上 裡面做法很簡單 第一個 我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因為 這個程式比較簡單 我先call什麼 計算清除 因為我有個計算清除 把它先清掉 如果你不清掉的話 突然本來十年變五年 東西還在怪怪的 所以先把它清除 再來利用Application Infobox 輸入幾年 比如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 我輸入的是 本來是五年 我輸入十年好了 他要先做什麼 把這邊都清掉 那清掉的方法就是 forJ 因為我是橫向的藍 所以我用J J的話呢 從第二藍 到 第幾藍不知道 所以是 B3 去偵測一下 抓到最右邊藍 and xl to write 抓到哪一藍 F藍 回來的話 會用數字告訴你 第六 所以是2到6 把2到6裡面的都清除掉 很簡單 裡面清空 對不對 再來的話 輸入什麼 假如我今天輸入10 那他不就跑一個 J等於2到 多少 2到10 可是問題 我是從2開始 所以記得把它加1 因為從2開始 加回來 再來的話 就是什麼 把它輸入到第3列 固定在第3列的哪一藍 第2藍 等於什麼呢 J記得-1 因為從2開始 所以是2到11 分別把它輸出 就完工了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那黏的部分稍微簡單一些些 列的部分就稍微複雜一些些 那怎麼說 因為如果我今天輸入什麼 假設我今天輸入 3好了 現在是2嘛 所以第一個一樣把裡面的東西清掉 清掉的話是偵測 最下面一列 通通給清掉 再來的話就是說 輸入 特別注意 比較困難的點在這裡 i等於第4列 從第4列開始 到 然後 假設我今天是3好了 3乘上8 為什麼要乘上8 因為 0.125 一個區間 一個 總共會有8個區 總共8個就對了 那所以呢 乘上8 記得呢 特別注意還要再加上3 為什麼要加上3 因為我從4開始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沒有加上 沒有加上3的話 會少3個 所以記得把它加過來 再來輸出的話呢 特別注意 輸出到A欄 的 這個 A欄的這個範圍 等於什麼呢 I 記得怎麼樣 先減掉 3 為什麼要減3 因為它從4開始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喔 等於4 有沒有 所以這裡請你 因為我要從1開始嘛 不然的話 不是1 它怎麼是0.15 所以呢 減掉3 再往下跑 每一個都乘上多少 0.125 跑完之後 結果就完成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提供給各位 大家應該有更好的方法 3 按確定 0.15 自動先清空 再 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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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 沒問題 OK 那這個部分 兩段程式嘛 在我們的那個雲端上 也可以看到 所以你往下找 這邊的話有年 跟利率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OK